左邊 麻煩 阿姐 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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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都突然 上個星期有人問我 因為她入了醫院 我不清楚 我都未曾去問她的家人 今天收到她去世的消息 都很難過 因為幾天之前 夏萍姐剛剛離開 突然間兩個我們都很尊敬的長輩 離開了我們 我覺得也是我們一個損失 Lily姐其實都可以看著我長大 因為我當年1967年 開始接受麗的訓練班的培訓 當時Lily姐已經是一個大明星 她是麗的三花 她是主持報導新聞的 再之前她也是一個播音員 一個話劇演員 還有她是一個扮靚的專家 所以我們都當她是一個偶像 因為她出生來都是打扮很大方斯文 還有她說話 我們都覺得很厲害 她在麗的那個時候 我的合作就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當時就有一個 那些叫做藝員 那些像一個唱歌 那種合唱團的形式 我們會到處去唱歌給老人家聽 那我都是其中一個隊員 那她也有去的 那我上一次見Lily姐就是 她不是搞那個六十 從藝六十還是七十年 有個晚會的 去年的事 去年的事 是吧 生日 那在那天 我一定去 她的孫子還是兒子 那個是孫子 好像已經是孫子了 幫她搞了一個 好像一個特輯 有很多片播出來 我還有很多她珍貴的那些 年輕的相片 我想那一天她是很開心的 也有很多朋友支持她 那我覺得她也覺得安慰 那夏萍姐呢 夏萍姐呢 我後期也跟她合作 有些拍劇 但是那時候她也是 比較氣氛 沒那麼重 因為都考慮到她的年紀 但是我很懷念她 以前她的那些語片 因為我們真的看著那些片大的 很漂亮 很感作感維的那些 那 還有幾十年來 為我們這個娛樂事業來奮鬥 一直堅持 那我們作為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我也是很尊重她的 那所以一時間突然間 沒有了兩位 那麼好的前輩 都有一些傷心 真的 好